50年前能住在这里的人都不是一般人 现在住这里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城里人 今天逛阳县烙街 到一个地方我最应该逛烙街 现在的新街都天天一律 这是昨天卖烧饼的那家街 烙街才有当地的风土人情 阳县的烙街是真正的烙街 生活局质地都是当地人不像商业化的烙街 质地全是外地人和游客 阳县烙街是原省台烙街 烙街虽烙 但以时之行省烙冰市 社区的东西都有 烙街有完整的省台 现在的新街虽然新 但房租太贵 好多餐饮都没有 烙街一间房都是一间店 房租便宜 啥生意都能活下来 房租便宜生活成本都低 生活压力都比较小 生活幸福感都比较强 现在房租贵 生活成本都高 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现在生活的压力一大半是因为房子 如果房子便宜 房租就便宜 所有东西都会便宜 每月熟日一大半自富房飞 和每月熟日一大半用来生活 像一哈 那个幸福 阳县烙街比较大 东街 西街 中三街 南街 小西街 过去 也是个大县城 烙街 占了一大圈 占个俩 这天吃的热面皮 今天吃个凉面皮 当地 最多的是面皮尖 当地人是真爱吃面皮 当地人都是卖鸡掌带走 回家自己挑 一碗面皮四块 一碗洗饭一块 吃完饭今天从阳县去汉种 现在正是水稻预养的时候 趁你养到暖 夜货被擦响 这花是北居一世的 趁天的汉种是真正的美 来到汉种像是今日花种 汉种农村的房子是一东东 只这样的房子 必知城里楼房是负 在城里卖一笔平房的钱 在村里可以盖一东小楼 身边很多人像米缝一样勤劳 生活的却很辛苦 肯定是有人偷了他们的缝米 下午四天到汉种南中去 饿了吃饭 默契汉种死去 感觉死去人太多不像气 吃完饭再南中占了一圈 今晚知南中 相逢一样自由 就这样爱你了 我是死亡的 取信sorry 在线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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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感谢观看